学折着艺术动手又动脑 你好我是折着王子 欢迎收看这个视频 有位名叫郝汉森的网友 在我的博客留言板留言 说想学一下古代诀的折法 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古代诀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下面是三条腿 隐藏了一条腿 两侧两个圆柱 这个小点的用的是边长21厘米的正方形纸 这大点的用的是边长29厘米的正方形纸 推荐你用大一点的纸 建议在21厘米以上 这样一些细节 容易操作一点 最后的整形 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 把它调整得更美观 这里把其中一个腿 隐藏在了这个里面 绝应该是三条腿的 好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折法 第二条横线 第二条横线把它往后折 第三条 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段视频进行操作 这一段给大家展示一款折纸作品 折纸茶棚车 想学更多折纸的话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我们继续 看一下侧面 这个部分 把两个角都往里折一下 把这个部分折的细一些 把这个部分折的细一些 这个部分这里捏平 然后把这个部分向外折 这个部分也向外折一下 这个部分也向外折一下 把这个部分折平 把它这样折平 调整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这样一款古代绝就完成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完成的效果 更多的手工DIY视频包括剪纸、折纸、手工玩具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微信添加朋友中搜索折纸网址就能找到我的账号 还可以在这个视频的末尾扫一下二维码进行关注 你也可以在百度搜索折纸王子博客 就能找到我的个人网站 到里面去查看更多的折纸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